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儿 都准备好了 小樱桃往前一步 看了看剑衣 视线又来到凤九儿身上 九儿 剑衣会醒过来的 晨红死了 至少剑衣还活着 活着就有机会的 你先去用膳 别累垮了身子 嗯 等会儿 凤九儿捏起一根银针 看着翻开的书册 九皇叔 你先吃 凤九儿还是没有回头 捏着银针 在剑衣身上找穴位 除了脸色有些白 她双眸有神 并没有表现出疲惫 地乌牙从今天进门之后就没有再离开 她为了剑衣 也消耗了不少真气 玉京风将地乌牙的书籍信件都送进来 在凤九儿用不上她的时候 她就在此时处理事物 整整十个时辰 最忙碌的人是凤九儿 她对剑衣的治疗没有半点假于人手 此时也一样 地乌牙听见小丫头喊自己 才缓缓睁开双眸 她站起 过去在盆中洗了一把手 局部来到凤九儿身后 丫头 一起 地乌牙淡淡的声音 在凤九儿脑袋上洒下 很快的 凤九儿给剑衣施了一针 她不走 地乌牙也站着 没有离开 凤九儿给剑衣把了把脉之后 感受到身后的人还在 这才回过头去 对上地乌牙的目光 九皇叔 你先去 我很快的 等你 凤九儿越眉醋了醋 也没有说什么 转身拿起书籍 九儿 你还是先吃点吧 剑衣知道你这样 也会心疼的 小樱桃浅叹了一口气 很多时候她都想帮忙 可她的医术和九儿相比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她也不能拿剑衣的性命开玩笑 哪怕小樱桃开口说要帮忙 凤九儿也不会答应 她一定要救回剑衣 哪怕耽误她再多的行程 她也必须将剑衣从死神手中抢回来 很快的 半炸香的时间就好 凤九儿继续给剑衣针酒 小樱桃浅叹了一口气 回头看着地乌牙 王爷 要不您先吃些吧 早膳是给您和九儿准备的 再等半炸香 地乌牙轻声回应了句 小樱桃点点头 转身往外走 玉堂都准备好了 再量半个时辰也就差不多了 时间一到 我会进来通知你们的 小樱桃眼角有些湿润 她能看出来 剑衣变化不大 要是她一直这么虚 后果不堪设想 小樱桃往外走了一会儿 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床边的人 赵玉生派人回来说 硫磺的数量比她意料之中的还要多 她带着兄弟还在挖 预计至少有天涯峰那边的一半 或者更多 还有 今天上午之后 西行的事宜都准备好了 这是要延长出行 还是先过去一部分人呢 小樱桃刚才看见剑衣 心口很闷 差点忘掉了这些极其重要的事情 九儿 历城那边回来消息说 药材种植很成功 负责的兄弟说 大概一个月 药材也就收集足够了 他们会分批送过来 到时候来多少 咱们就先做多少解药 如果没有意外 时间能来得及 凤九儿没有作声 不知是因为手中事情忙 还是没想到策略 小樱桃安静下来 站在不远处耐心等候 过了一会儿 凤九儿将针包合上转身 他看着帝无牙 再看看小樱桃 我要等剑衣醒来 小樱桃留下就好 九皇叔 我一定要救剑衣 你先带军队西行 如何 嗯 帝无牙轻汗手 长臂一捞 搂上凤九儿的腰 用身 他丢出两个字 拥着怀中丫头往前 凤九儿很感激他的体谅 轻抿了抿唇 看向小樱桃 小樱桃 你和大家说 离开的时间不变 让玉京风负责安排就好 嗯 好 九儿你慢慢吃 事情我会处理的 嗯 凤九儿轻声应喝 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 帝无牙真的离开了 带走了军队 他临走之前和凤九儿二度合力给剑衣运功治疗 剑衣的脸色到了第二天晚上才有了一点点好转 但依旧没有一点醒来的迹象 凤九儿很担心他 直接搬到他的厢房柱下 转眼三天过去 小樱桃收到从历城送来的药草 天机堂的人立刻开始研制解药 还有几万士兵的命等着 谁也不敢大意 赵玉生留下来 主要是为了负责硫磺开采 第七天一早 睡梦中的凤九儿感觉身旁有点动静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猛地睁开眼睛坐起 入眼的是一双如同清泉般简单又美丽的眼睛 凤九儿握上他的手掌 剑衣 你醒来了 凤九儿昨夜将事情处理好 坐在床边 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男子只是睁开眼睛看着他 并没有说话 也没有任何动静 凤九儿摇了摇他的掌 眉心轻轻皱起 剑衣 我是九儿 难道也是梦吗 九儿想到自己这些天的梦 收回一只手 用力掐了自己一下 疼痛让他清醒几分 也让他确定这不是一场梦 九儿反应过来 剑衣伸出掌 轻轻抚摸着他被自己掐红的脸 九儿 沙哑的声音传到凤九儿耳中 凤九儿抿着唇 眼泪瞬间在眼角划过 他很清楚 要是剑衣再醒不过来 也许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九儿很感激这家伙醒过来了 连续好些天的忙碌和担惊受怕 九儿的神经一直绷得很紧 剑衣的一句九儿 经由他的耳朵 传到他的血液 传至四肢百骸 醒来 却有希望 真的有希望吗 九儿死死咬着唇 不让自己哭出来 最终还是趴下来 无声抽泣 心中的大石终于放下 他一下子也像是没有力气一般 剑衣还在 我们以后还可以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幸好 她回来了 九儿 剑衣看着处于痛苦中的女子 微微撑起身躯 轻轻扶着她的脑袋 怎么了 别哭 我 我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